以前的时候结婚呢 最多就是要车要房要彩礼 现在那是00后娶媳妇呀 又整出新花样了 真的是闻所未闻呢 这部分前几天 我表舅家儿子会性点 我才算是长了见识了 我表舅家我弟呢 今年21岁了 出了个对象 打算今年11的时候结婚嘛 然后女方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真是我听都没听说过 我这90后我都跟不上形式了 你更别说我表舅我表舅妈了 多惊呆了 这女方提出的要求呢 是二甩三边四个轮 你知道啥意思吗 我们开始也不知道啊 把我们急坏了 你说现在她生活水平高了 彩礼呢慢慢的往上抬 这个呢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二三四个轮 到底是个啥玩意呢 后来呢 我表舅就找人打听到了 这个二甩呀 就是甩开南方的父母 不跟南方的父母一起住 你们说说看 现在的老人呢 为了孩子结婚 可能说把一生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如果说老家有房子 还好 如果说为了买新房 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呢 家里一共就这一套房了 你让他们老两口露宿街头吗 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谁来伺候呢 其实这个是现在809000 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 咱们再说这三个边啊 更是新奇 说买房子的时候呢 必须要买在马路边 或者是学校旁边 主要是呢 交通方面有商业价值 孩子到时候上学的时候呢 也方便 这第二个边呢 就是说男方是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 这样呢 就没有姑嫂轴类之间的复杂关系 并且呢 家里的财产都是在一个人的 这第三个呢 就是说双方的父母 必须是双退休 要身体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呢 小两口就不用养老了 老人身体健康 不用照顾 这真的是太自私了 那这四个轮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就是说要买一辆 二十万以上的车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 都是这个条件 那关于这个车呢 大家确实可以理解的 现在身份条件都好了嘛 买个车代步也很正常 但是这三个边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是成本相当之高啊 虽然说现在男女比例失调 那也不能因为结婚 让男方倾家荡产吧 那有这个条件的 那没有条件的走犯 我表旧一家呢 条件本来就一般 你说这婚又是结成了 那岂不是真的就倾家荡产了 你们说就这样的条件 这婚应该结吗 你们那时候才也都给多少钱啊